日本这是想找死吗? 日本防卫副大臣这两天疯狂威胁中国 说一旦解放军要统一台湾 那么日本将对台提供某种支持 可能是直接武力支援 也可能是大量的后勤援助 希望中国三思而后行 但让日本万万没想到的是 中国确实是三思了 结果就是叫上俄罗斯举行了一场联合海上军演 并且是直接开进日本海军演 中俄这波贴脸开大嘲讽 好像在对日本说 你说什么?我凑近点 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搞得日本没有了任何脾气 大家好,我是阿硕 对于日本,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 因为所有中国人无不希望日本再起一次亲华念头 而且生怕日本人不来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正大光明地抱近代的血仇 台湾问题毕竟是自家的事情 什么时候干都行 但是勿忘国耻的机会却是不多 日本人威胁中国的这番话 虽然让官媒特别激动 但是在民间却变成了一个笑吻 并不是中国民间不把日本人当回事 而是点头箱 开足谱的机会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在中国人看来 日本这番话相当于日本人主动献祭自己 来提升中国的国运 毕竟双方的实力已然天差地别了 但作为一个战败国 作为一个弱小于中国数倍的国家 居然还敢有脸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而且还是出自官方政府的声音 足以证明 即便是日本战败几十年过去了 日本依旧没有放弃入侵中国的念头 虽然现在的日本人没有直接参与侵华战争 但作为直接享受到了先列们 用先谢换来今天的我们 有什么资格去选择原谅呢 新中国本着友好和平的态度 试图重新感化日本 但日本非得投铁的往宝岛问题上靠 试图干涉中国的统一大业 那么我们为什么非得在宝岛开战呢 毕竟宝岛是自己家的地盘 上面还有自己的同胞 但如果被打烂的是日本岛 即便是天崩地裂了 富士山喷发也没什么所谓吧 所以希望日本人最后可以言行一致 说出干涉的话 就一定要做出实际行动 并且一定要加大力度 中国一定做好一个合格的圆梦人 帮助所有日本人实现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美好愿望 日本明显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如今的处境 以为有美国作为背书 就能在东亚肆无忌惮了 那么中国只能出手 让日本意识到谁才是真正的主任 面对日本的疯狂娇嚣 中国经过三思后 决定还是要主动一点 给日本一点特别关照 于是中国海军联合了俄罗斯的舰队 举行了一场联合海上军演 虽然说主题是提升双方的战略协作水平 但军演的地点却是在日本海中部 在这期间 舰队的任何动向都牵动着日本紧张的神经 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派出了军舰在旁边进行监视 生怕舰队方向一变就朝着日本导前进了 此次中俄联手军演带给日本的震撼出奇意外的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从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变成了无论他的美国爸爸如何施压 日本都拒绝承诺向台湾地区出兵 在过去的一年中 日本和美国一直在兵推台湾 但是日本如今表现出来的样子 可不像那个号称三个月就占领中国 一点胜算都没有 就敢赌国运偷袭珍珠港的日本 因为战争只会发生在一方觉得自己有胜算的情况下 但今天的日本显然是非常清楚 他们承担不起和中国擦枪走火的后果了 在如今这个每天都会发生很多国际大事件的时代 其中一条关于日本的消息却很快沉寂了下去 4月份的时候 同样是中国军舰在举行海上军演 但正好当时日本的一个师团长和其他日军高官在附近坠海死亡 无论是时间和地点都如此的碰巧 于是日本国内关于中国阴谋的舆论走向了高潮 日本网民开始在网上攻击中国 而中国网民见此则第一时间想到了七七事变的时候 日军借着走丢一名士兵就对中国开启全面战争 眼见舆论越来越大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日本政府在没有找到这名师团长乘坐的直升机遗骸的时候 连忙站出来声明此事与中国无关 是一起意外事故 无论日本国内如何谩骂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都选择沉默处理 因为日本是最了解中国的一个国家 他们无比的清楚中国人对于仇恨的深刻程度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更何况日本对中华民族做出来不可饶恕的事情 所以日本政府选择了冷静和理性 但是冷静只是东风射程的衍生物而已 并不是日本的本意 如今的互联网上充斥着一种讽刺的声音 那就是仇恨是先辈们的事情 如今的日本人大多都没有直接参与侵华战争 我们不应该对日本抱有仇恨 而是要选择原谅日本 甚至有人说中国和日本重新建交 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原谅了日本人 但选择原谅就意味着选择忘记先烈的牺牲 而且建交并不是意味着原谅 是为了更好的震慑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 全世界震惊 但最先震惊的实际上是日本 因为周总理通知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日本 作为世界上唯一体验过核威力的国家 日本人天然对核武器有着特殊的情节 日本离中国最近 为了关照日本和照顾日本的特殊情节 于是周总理在爆发后的第二天 就及时通知了日本首相十田友人 日本也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关爱 在那几年莫名的乖巧了很多 而我国在东风导弹研制成功后 也曾悄悄在日本上空盘旋了两个小时 事后还专门通知了日本 所以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 中国都没有忘记过那段历史 反观日本却一味的撒谎 不承认清华的历史 不曾公开向中国道歉 现在反而还要参合中国伟大复兴 最重要的一步收复宝岛 面对这样一个不正式历史 还不知死活的民族 我们没有资格选择原谅 不是不报 只是时间未到 因为在解决日本之前 我们还需要面对一个旧世界的霸主 这也是日本人如今 秘之自信的一个因素 因为他们觉得 中国攻打日本 美国肯定会出兵 毕竟双方不只有协议 还叫了这么多年爸爸 但是当中国的实力强大到 让美国觉得保日本不划算的时候 当解放军去日本岛上 举行升旗仪式的时候 当解放军踏平靖国神策 灭杀掉里面所有恶鬼的时候 日本人也许才能够意识到 他们究竟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优优独播放军